熱騰騰的白飯夾了肉燥火雞肉絲 再淋上醬汁 到嘉義就是要吃火雞肉飯 但現在恐怕不一定吃得到了 店家在門口貼了告示 說是美國小火雞 已經幾個月無法順利進口 所以缺貨只能限量供應 火雞肉飯賣了50年 不曾遇到這種情形 店家也很無奈 他說供貨來源採配額方式 是平常供給量的一半 只能賣完為止 店家說進口火雞肉真的斷貨的話 只能採用國產火雞肉 成本越來越高 未來不排除漲價 現在能撐一天是一天 他們期盼農委會能出面 棒棒他們 TVBS新聞紀錦亨 嘉義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